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年輕人的話題真的說都說不完 因為我是做教育,我很多網友都是為人父母 因為我查過一下我的網友資料,大部分都是40歲以上 所以我對這個話題是非常感興趣 我也希望可以救香港 很多香港的年輕人,其實父母都會望子成龍 或者望女成鳳 但是很多年輕人,現在的所作所為 是令到我們成年人非常之痛心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因為大家在尋求一個原因 也在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 其實是要由很多角度去看原因 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我收到一位網友叫Mark Ma 他寫了一個留言給我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 我要為這批准大學畢業生的家長名不平 本來他們,即是說這班准大學生 畢業之後,就會是社會的柱石和國家的動良 可憐他們被奸人所害,自毀前程,可悲可憐 因為他們沒有看清楚 畢業之後,他們本來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但是現在被他們一手摧毀了 他說 古有名分,未知其人,先觀其有 如果他的朋友是極端自由主義者 做家長的,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子女 遠離這些有病態的人 我是很認同的 但是,為什麼這班年輕人 或者這班准畢業生 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家長有沒有責任呢 你有沒有跟你的子女說過要遠離一些壞人呢 以及怎樣教他們判斷什麼是壞人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 大家要看清楚 我們小時候成長的歷程 我自己,爸爸媽媽對我們雖然很寵愛 但是家教也非常之嚴格的 他經常提醒我們 千萬不要認識那些壞朋友 那什麼是壞朋友呢 就是他會帶你做一些違法的事 他們可能是黑社會 或者教你們去吸毒 我在這裏是反對吸毒的 那這些的朋友其實是害了你 你如果你是跟了他們 去做他們想要你做的事 我爸爸媽媽跟我說 你的一生前途就盡毀了 在我們當年讀書雖然是很重要 但是父母對我們的得育培訓更加重要 他會說一句 你讀不成書不要緊 如果讀不成書的話 其實你出來找一份工作 你可以養活自己 養活家人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現在的教育制度告訴你 你一定要讀好你自己的書 你才會有前途 甚至到大學 學生的權力也都變得非常之大 他們甚至可以令到老師失去份工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的家長有沒有跟自己的子女 講過以上穀翻的說話 如果有的話 你做得對 你的子女有機會是浪子回頭 他知道自己錯了 而去尋找一條正軌去走 我有位朋友 她有個女 其實挺支持這一方面的活動 即這半年裏面的 反修例運動 但是她畢業了 出來找到一份工作 工作都不錯 那我現在 有前幾天 就跟她見面 我問一下她 你現在感覺怎樣 她開頭沒什麼出聲 從她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之中 我看到她 她的想法有不同了 因為開始逐漸冷靜下來 看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她知道什麼叫真相 什麼是虛假 所以這段時間裏面 一等我們所有的事情平靜下來 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開始反思 而我也知道 她的父母 對她的管束 是非常之嚴格的 經常 在她面前 循循善有 還有有意無意之間 就播我的影片 給女兒去聽到 那這一個方向 我覺得非常之正確的 因為我們真的要令到子女 明白 現在社會發生的事 對錯在哪裏 不要受到其他傳媒的影響 尤其是 不受其他傳媒的影響 我覺得很特別的一件事 幾乎 大部分都是沒有看一份 生果日報的 所以他們可以很理性地判斷 現在社會發生的事 究竟是怎樣 我相信 香港的年輕人 經歷這件事之後 應該大部分會清醒的了 你看不到現在出來和理賞 或者是做很多事情 去破壞這個社會的人 大部分都是十幾歲的年輕人 那些大學生有沒有再出來呢 真是少之又少 暴徒的年輕化 雖然令我們覺得擔心 但是我相信 有不少的年輕人 已經開始醒覺 他們在做的事情 會影響他們一生 所以他們 是我們可以救的一批 也都在最近這個階段裏面 我看到很多朋友 Fact Check了很多不同的新聞 就好像前天 喜喜美食那件事 大家都盡量將事實 在群組上傳播 我覺得香港是有救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自己香港自己救 我是非常之開心 也有個網友 將我這句口號 做了一個公仔貼 送給我 我遲下就會放在我的影片裏面 給大家欣賞 在這裡多謝各位朋友 好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自己香港 自己救 記得登記做選民 功能組別很重要 多謝大家 拜拜